全油管最快新闻,据百姓关注报道,8月6日,和北张家口楚先生爆料称其岳父在逐鹿县医院突发疾病死亡后,被要求支付高额殡葬费。 楚先生表示,最初协商费用为1500元,但医院最终要价近6000元。 他质疑医院提供的非正规发票和强制收费600元的台式费用。 7日,医院工作人员回应称病葬服务为外包,写有明确的收费标准,愿领导正在何时处理此事。 这起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,有关部门应积极调查何时,确保公正合理的病葬费收费制度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